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真正的硬事哈 现在又出大事了是吧 这个 呃 结束了啊 为什么跟闹笑话似的 是吧就就就就混混乱乱的 就这么就这么结束了啊 呃 在我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事情呢 其实还是蛮值得推销的啊 呃 首先呢 我是这么讲啊 先下结论是吧 为各位省流 哈哈 那双普呢 都败了 是吧 普京啊 和这个 因为这方面翻译的话呢 有不一样啊 这个 有个叫普里格金呢 普里格认呢 是吧 叫什么都行 反正老普呗 啊 那两个人呢 其实都失败了啊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呢 谈一个 非常现实啊 呃 非常直接的这个 这个问题啊 呃 那就是 老普 是吧 他是不可能上位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无根之水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呃 作为一个 顾名头的 直接突袭这个莫斯科啊 直接把莫斯科打下来 是吧 完了直接就坐上了这个位置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吧 第一个是要选 啊 你不管说这个 是吧 你感觉好像俄国这个选举啊 或者怎么样 如何如何不好啊 或者怎么着 但他毕竟是选出来的 要走这个程序 对吧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直接你咔击一下 你就你就直接就登位了 没有吧 你一下你就 是吧 这个咔击一下你就上位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必须需要走这套仪式 对吧 即便是过去的话呢 那也要走这套仪式 仪式本身它的重要性就是什么 就是服众嘛 就大家承认了你是这个国家领导人 对不对 那你说你直接带兵 你就带兵进京 对吧 直接你就上位 别人能服你吗 对吧 别人谁能服你啊 你要这么着你就上位了 那以后好了 都带兵 是吧 谁受了呢 对不对 所以需要这个仪式啊 那么为什么说他就同意接受这个谈判呢 因为他不可能上这个位 知道吧 所以他真的打下来莫斯科的话 外国的这些人也不会承认他的 是吧 那他的话呢 即便强硬登位的话呢 要么呢被外边围过来的军队呢 把他搞死是吧 要不然呢谁就是搞刺杀把他干死啊 所以呢 他就只有这个死路一条啊 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基本也没有活路啊 别看现在没事 是吧 过了多少人员的话就该可能要出事了啊 如果他他始终能够没事的话 那是人间奇迹 对吧 自古造反的 没有回头路啊 因为这里边的话呢 最诡异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又给他撤销了 是吧 对他的指控和他的罪名也给他撤销了 叛国罪那是能闹着玩的罪吗 嗯 为什么我说这一次他这个双普都失败了呢 这一次最诡异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 呃 他现在同意谈判啊 而是什么呢 而是没人拦他 对吧 这个他的这个雇佣军瓦格纳的雇佣军如入无人之境 从俄国南部一直往北跑 是吧 最夸张的说法说距离莫斯科只有两百公里啊 那么当然两百公里可能是先头部队啊 或者少量的这些人 是吧 那说是他有两万五千人 但是实际上这能动用起来的 或者说能及 呃 临时集结起来的这些人 我估计一万多是吧 肯定是有的 那么你想一万多人这么直往北走 如入无人之境 这才是整个事件真正最为诡异的事情 实际上只要一千人就能拦住他的 对吧 只要一个团 对不对 那一个团把它拆分成九个连 然后呢阶梯这个抵抗 对吧 他也不需要说把他们都打背 就把他们拖住就行了 对吧 阶梯似的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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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高速公路上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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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住房 只要掉一千人 哪怕没有重型武器 轻武器也可以 只要进行洗扰 对吧他来的时候是车队啊 你打这个坦克打不了 打装甲车打不了 打卡车还打不了吗 对不对 对着卡车开火打一下 对吧 洗澡一下 他不可能说他这个军队 毫无目的的这个就继续往前奔跑 急袭奔袭 不可能的事 你真到了莫斯科的话 莫斯科怎么也有一些武器储备 对不对 那你说你能轻易的攻得下来吗 而且你要想攻坚 真要想攻克里姆林公也好 是吧 攻军力薄也好 你必须从坦克下来 对吧那你有多少人呢 所以时间 时间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而且这个俄国呢 没有快反部队吗 只要掉一千人 是吧 空降团也好 空降的这个精锐的这些人也好 他过来阶梯抵抗 他只要把他拖住这 那瓦格纳的军队是无根之水啊 他没有后勤的保障 没有后勤的这个运作的话 是吧 那只要拖住了之后 旁边的军队逐渐过来 对吧 就说是留守部队 这个没有作战实力 也说瓦格纳作战实力很强 你强要能怎么样呢 只要把你围住 拖住 对吧 时间对于双方来说 都非常宝贵啊 先来一千人 再来几千人 慢慢慢慢的把战场堆起来 是吧 形成几天的对峙 那军队马上就能掉过来 对吧 是吧 不停的打 他有多少弹药子弹能消耗呢 你别忘了 他还得攻城呢 他还得攻打莫斯科呢 那这个时候莫斯科的城防 再调一些精锐部队赶紧回来 而且俄乌前线 现在并没有处于大战呢 都是停战状态 对吧 调一些精锐部队回来围住他 怎么就不能打了 然而你看到的现实结果是什么 是他如入无人之境 一路向北一路狂奔 是吧 很多人说创造军队奇迹 当然是军队奇迹了 没人来可不是军队奇迹吗 对吧 你踩住了油门 使劲往前跑 那是什么可军队奇迹呢 没有任何人来 没有任何人出来组织 谈什么奇迹不奇迹的 这才是整件事情 最诡异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起来诡异的话呢 那其实看起来呢 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就是没人保着普京 这就为什么我跟你讲 双谱都败了 老普 瓦格纳 孤明头子 是不是 他上不了位 国际社会不会承认他 俄国国内社会那些老军头 也不会承认他 他是上不了位的 所以他现在要求谈判 有个妥协 所以为什么他 突然就去白俄了呢 去白俄等于就是妥协嘛 但是这个妥协 是以什么作为妥协 或者以什么方式作为妥协 那是以俄国是吧 是以普京的失败 作为妥协的 等于普京叫人 没人援助他 四下无人应援 没有吧 没有任何人帮他 那如果再守的话呢 那真在莫斯科城外打的话呢 那就不好守了 为什么 人家先投部队到了 对吧 你调遣这个军队过来 你调不动 你拿警察 拿这个 这个 这个武警这些人 是吧 去跟那个 去跟那些瓦格纳打吗 肯定是不现实 军队没有调动起来 对吧 而且时间其实很长了 首先 呃 瓦格纳的军队 有军事调动 这个俄国境内的情报人员 没有没有 这个看法吗 瓦格纳的情报人员 在 这个瓦格纳的军人员 在调动 俄国没有 没有任何的反应吗 其实时间 我觉得真的很长啊 已经好几天了 对吧 这些军队调动 他没反应吗 就算是没有反应 是吧 啊 OK 是吧 那接下来呢 那两天时间哦 快反部队没有任何动作 对不对 而且兵不确认 直接就拿下这个 这个南方的这个总部 对吧 其实拿下南方的总部也不要紧 我没说过 他只要布置更多的军队 在这个公路沿线的话 进行阶梯抵抗就可以了 然而你看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大家都在看戏 我没说吗 现在无非就是蜀买嘛 对吧 那最后的话呢 你得让老乡深出来这个蜀买 让老乡深这个 这个跟你合作嘛 但是你现在你也看得很清楚 是吧 没人理你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事很可笑吗 你不觉得这个事很可笑吗 然后最后等于同意了他的谈判标准 对吧 你甭说国家领导人 不跟这个叛国者谈判了 连警察都不谈判 当年发生那个 那个那个剧院的那个绑架案 车车人那个绑架案 做谈判了吗 没有攻进去了 对不对 那普大帝他以什么他立威 他以这个狠辣立威啊 对吧 攻打这个车身战争的时候 都是以狠辣的立威的 到今天的话 他跟一个叛国者谈判 我不知道他跟叛国者有什么好谈的 对吧 跟他还有什么可聊的 对吧 叛国者就应该被消灭 现在叛国者不但没罪 叛国者还能去白俄 然后一切好像装作大家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你觉得这个东西现实吗 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对吧 大家假装没发现 是吧 把眼都闭上 所以你看起来诡异 其实特别简单 老普 没有根基上不了位 只能选择逃 是吧 他换取的最好结果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结果 对吧 那大帝呢 大帝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没有任何人管他 没有任何人救他 全都调不动 听照不听宣 打电话让人来 是吧 一万个理由 一万个借口 就是不动 快反部队 一天时间都到不了位 对吧 这个军事素质 这个军事能力的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堪忧 对吧 卫戍部队也是全是 九阳饭带 当然有人说 把卫戍部队已经调到前线了 对吧 后边的话都是不行的 不行的也得上去打去 他已经叛国了 对不对 军事调动集结起来 去打叛国者 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打仗打仗 开玩笑的吗 没说吗 只要把他拖住 只要把对手一拖住 后续的部队就能赶过来 对不对 那你只要有一千人挡他一下 哪怕你挡他几个小时 哪怕挡他五个小时 一千人挡五个小时 我觉得能做到吧 阶梯防守 五个小时挡住吗 你只要有人在那前面挡 后续部队就只能出动 就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这么跟你讲啊 就是所有人呢 都在这跟你说 是吧 这个 再准备 再准备 再行动 明白吗 最后的结局是没有任何人动 而人家那边那边 无限制的往在岛前冲 对吧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 我为什么说这场事件是这个俄国版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真正对唐的危害不是安禄山十四名叛变 他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我没跟你讲嘛 你以为只有一个安禄山 然而结局是什么 所有节度史都是安禄山 明白吗 只是你看起来最后是把郭子怡是把他们带着人给这个安禄山平叛了 给他打了 但是从此以后 李唐王朝的皇帝还有他的权威 还有他的权柄吗 李唐王朝之所以衰落不就是节度史做大吗 用安禄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节制剩下人的节度史吗 而且安禄山也是这个是吧 皇帝的这个直属势力啊 也是他培养起来的 今天这个老普人称外号什么叫普京的厨子 对吧 很多人说安禄山有的是军队 有的是这有的是那 人家就带了两万五千人直接突袭莫斯科 距离两百公里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两百公里说句不好听的 再往前拱一拱 那火箭炮直接就能打了 就直接就炮打克林姆林宫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真正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说说他能够把俄国人攻下来怎么样 而是那些老乡山全都作弊上官 那经此一意你是杀他呢 你是不杀他 你杀了他说明你这人没有诚信 对吧 那么以后造反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跟你死喝 你不杀他 那最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哦 老子只要有一标人马 是吧我直接冲到莫斯科 是吧普京就会跟我谈判 那以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 那俄国国内不全都是深沟高磊吗 所以我说这场仗不能打 到今天还有人跟我说什么 是吧我看有的人留言说怕你傻了吧 人家演双簧 演双簧 是让别人出去演 没听说过让子依演双簧呢 那我问你了 现在演了这个双簧 然后能达成什么目的呢 这么说吧 如果你是乌克兰 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想停火吗 你更想打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哦在今天出了一个老普 是吧他就叛变了 那咱们再拼一拼 再等一等 是吧明天是不是又来一个啊 明天来一个张普离普 赵普王普 是不是啊来一个 没过两天我跟你说吧 俄国就内乱了 咱们只要再坚持下去 俄国就内乱了 如果是你 你现在你是想打 还是你是想降 多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你更不想降了 对不对 眼看战争没也极灭了 春季攻势也发动了 是吧 死了那么多人 是吧 战线没有往前推任何一点 然后你突然发现 我 俄国人乱了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坚持下去 再打一打 再拼他一枪 那你俄国内部是什么结果啊 内部全是深沟高垒 知道吧 各个山头都开始为自己准备了 这才是这个战争的结果 这么说吧 现在啊 就说啊 咱们就谈一个最简单的 如果现在和谈了 俄国战争结束了 俄国赢了一些地盘 这不假 对吧 打通了到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防守线 是吧 这也不假啊 这些东西都没问题 已经都获得了结 得到了 然而他内部呢 内部普京还能调得动吗 明白我给你讲那个意思吧 你普京还能调动这些人吗 然后底下这些人 这些节肚使们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全都为自己的这个 这个招数服务 那谁还为你的利益服务啊 啊 谁还这个为这个国家服务啊 将来你要是这个要改革 要军改 裁这些人 你裁动吗 你只要一说裁人 知道吧 人家带兵就兵变 你是杀还是不杀 你都 你发现杀都杀不动 对吧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很可笑吗 最后你杀 杀不动 没人听你的 听照不听宣 这不才是最可怕的现象吗 最后结局是什么 是听照不听宣 明白明白 我给你讲一道理吧 那如果听照不听宣 那这个国叫什么国啊 本来 是吧 在战前 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对不对 一直以来的这个重大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包税制 就是截肚史 说白了 说不好听了 就是各个地方大员 人就是 这么说吧 你每一个月 是吧 或者你每一年 给人一个指标 人到这指标来 把钱给你 剩下的钱你没管 本来就是这样 对吧 现在好了 无人救援 无人拱位 是不是这道理 没有人救援 没有人拱位 是吧 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吧 就是一上来 人就就就就距离这个 两百公里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你跟他们谈判了 也就是说 我叛国 只要我够狠 只要我能攻到莫斯河前面 知道吧 然后呢 国家就能跟我谈判 今天老普 是一个没有根基 无根之水的人 明天换一个 有根基的人 怎么弄 对吧 咱们就讲这个道理吧 明天换一个有根基 今天是 不过是雇佣军作乱 明天是州作乱 对吧 人几个州联合起来 在一起作乱了 只要人家能杀到莫斯科门口 是吧 这个你就会跟他妥协啊 只要杀到门口 你跟他妥协 那你 那你叫什么大弟 那你接下来 你是对他老普搞他不搞 如果你不搞他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美国人 或者其他人给他搞了 是吧 哪天卡 厨子刚刚归天了 对不对 那那所有人 对你的这个信任全完了 没有吧 就说白了 就跟你没有任何谈判 妥协的空间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服众啊 这个战争打成今天那样了 那你说怎么办 那这么讲吧 如果 是吧 把烧一谷也好 把这个什么格尔西莫夫 把他给换掉 换了之后 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去做 把他们给换了 那怎么办 那以后你耗领的洞 对不对 那这个跟那个 这个什么是一样的 是吧 跟那个 为什么你看 最后要杀这个杨国忠 是吧 为什么要杀 应该是杨国忠吧 杨国忠 为什么要杀他们 杀他们的部门 那叫马 未破吧 还叫什么破兵变 是吧 为什么要杀他们 实际上是外用安禄山 内用杨国忠 就是外边 他的外戚是谁 是安禄山 是吧 那 唐云东呢 用他去克制其他节奏史 内用杨国忠 来形成自己的势力 来去打压别人 来去内众臣 外众臣 两个众臣 维持他自己内部的稳定 对不对 外众臣反了 最后大家把内众臣逼死 那最后你不就成为什么 不就成为空壳了吗 这不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吗 那你的这个微信 一下就全都扫地了 对吧 所以现在对于俄国来说的话 不是说俄国的危机解除了 知道吧 一切都是演的双簧 不要怕 不要怕 就是都是技术性调整 知道吧 现在恰恰 俄国人的危机开始了 这么说吧 前线的士兵还有想法去打仗吗 前线的士兵真的的目标还是去打仗吗 可能 可能各自阵营都要收拢军队了 赶紧谈判 收拢军队之后 各自阵营 各个山头 是吧 各个节度使 把自己的军队确定好 对吧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要回去谈判了 该论功行场了 接下来就该什么呢 就该数满了 对不对 该说怪话的更多了 老子在前线拼死拼杀 是不是 一个雇佣军头子 就敢管你要这个要那 你就给这个给那 那我得什么呀 我也流血了呀 对不对 我们的人也出不出手了 你给什么呀 那你给还是不给 那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你说你给 给完之后 那怎么办 国将不国了 那从此以后的话 节度使全都做大 对不对 你号令不动 任何深刻改革 全都做不了 然后呢 对外战争的能力 全都没有 那最后怎么办呢 那他们就等着呗 等这个什么时候 普京 嘎 一咧就好了 那马上就获起消强了 那俄国的这场 内斗 这场 那场内乱 那那那那就已经是 板上钉钉了 对不对 你进行深刻改革 深刻改革你推不动 那可能直接就反 对不对 你今天要改我 要改军制也好 你要改钱也好 是不是 我马上带兵这个入京 对吧 我号了个几番部队就入京 然后其他军队都不动 这个危机到底要有多么的深刻 我就问一个问题 对吧 指挥调动都调动不了 内卫部队 是吧 卫数部队全都没有 对方只有两万多人 是吧 说到底也就只有一万来人 是吧 你想一想 后勤无援 他身上他再牛 他就这点装备 你那个飞机呢 对不对 明白他过来了 对他这个车队一片轰炸 你那个那个 那个大天鹅呢 那这战略轰炸机呢 那上来呢 带着那么多这个常规大弹 炸啊 给这个 给这个路直接就离了 离他几条路 他进得来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这以后 现在 现在全都不动呢 他不是不动 你现在只会不动这些人 明白吗 都是听照五星轩 就跟那故事是一样的 人一张嘴 说看在党国的份上 拉兄弟一把 是吧 人家怎么回答你呢 人家回答你 是不是 不是我不尽力 是吧 我也被围了 对不对 空军呢 无人机呢 车队就这么一路向前 是吧 吊他一摆一摆飞机 上去啪啪啪一打 把他车队打散 我没说吗 只需要一个团 空间优势 全在自己这 一个团 带飞机上去一扫 是吧 阶梯抵抗 一下他就不行了 他毕竟他是雇佣军 后 后 后 这个 后续无援的 这么想吧 俄国的空军 不 俄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空降兵 冲到乌克兰 乌克兰为什么就守住了 为什么基辅就守住了 突袭基辅 为什么人家就守住了 对不对 你下来了你就是这个青骨兵 你没有什么太多武器 你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抚慰 人家只要围围住你 拖住你 后边的军队一过来 就把你搞死了 那今天这个固庸军 他也是一样的 他距离你那么远 是吧 从一开始的时候 说最多有一千公里 咱们说一千公里 就说八百公里 就说五百公里 那飞机快 还是车快啊 那重型轰炸机 是吧 网上加油 是不是 网上 网上配这个弹药 还需要好几个小时 是吧 人家到两百公里了 飞机都没来 明白这意思吗 而且这个消息是从昨天中午 就算从 这么说吧 如果说在昨天上午 是吧 所有人还不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呢 到昨天中午 到下午的时候 已经正式发表讲话了 他已经被正式的 这个评价为叛国者了 那么对他 以及他的部队 进行倾剿 对吧 进行评判 那是再顺理成章的事的 有任何人能出来阻止吗 你任何人出来阻止 那你就是以国家为敌 那你也是叛徒 对不对 那就给人 能给你抓起来 那这书宝厅呢 当就地正法 就给你杀了 话上听话来 人杀了就咋 对不对 最后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人家 是吧 如入无人之境 无人秦王 为什么 都等着这一刻 知道吧 这个 这就是比安史之乱 还有可怕的事 安史之乱 皇帝好得 还能调动 同关的军队 出去打一场 最后打败了 是吧 完了 跑 这连打都不打 眼睛直奔着长安人来 起码在同关 是吧 还能打那么一下子 现在连打都不打 让安人员的 人家现在坐上飞机也好 坐上什么也好 就去白俄罗斯 到了白俄罗斯 又不敢动人家 只要到了白俄罗斯 不敢动他 知道吧 这个最后的结局 是什么结局 那就 真完了 所以我没说吗 这场仗不能打 现在谁还能 现在我真的很好奇啊 现在谁还能跟我说 这是双黄 这里边有什么大棋局 这棋局那棋局 这是一个双黄 我从来没听说过 把自己的首都当作右耳 唱双黄的 你别搞错了 俄国人在军事上 是吧 常年排名是第二 钢铁洪流 他不是那个排名第20开外的 那个需要使剑用计 还什么调动军队 什么离建计 这那哥的 调动乌军进攻 谁听说过 拿自己首都 拿自己国家首脑 政治安全 整个政权安全的这个 这个地步做双黄呢 谁听说过 谁能干出这种事的呀 吃几个菜的人 能干出这种事的呀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那也是打的是黄盖 那也没事 周瑜打黄盖 也不是黄盖把周瑜捆了 那也是黄盖诈降 对不对 黄盖叛逃 完了之后 所谓这个 引火攻击 发动总攻 你能说给周 黄盖什么时候 能把周瑜捆着 送到这个 说送到曹营 能用那个诈降 能吗 那我问你 如果底下人不听话呢 你演这个双黄演的挺好的 别人趴机 是怕乱了 你怎么办 你打是不打 对不对 你是打是不打 对吧 别人明天趴机干人起来 说这事不对 不是这个事 你怎么说 你这个事 你怎么去处置 你觉得毛岸内部 没有这些分离组织吗 没有那些人吗 不是开玩笑的 谁唱双黄 拿自己首都唱双黄啊 谁拿自己政权的安全 唱双黄啊 你听说过这种事吗 拿自己的政权安全 跟人唱双黄啊 谁干这种事啊 没有人干这种事 知道吧 所以说到底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就妥协了嘛 一看四下无人 没人救他 是吧 所以怎么办 没辙了 只能妥协了 对吧 我没说嘛 这件事之所以能按照这个剧本走 就是因为老普 是吧 雇佣兵头子 他就是一个雇佣兵头子 他在政权里也没有人 对吧 他军政 精 是吧 三界他都没有人 为什么 他是雇佣兵 他不是那个传统军队的人 对吧 他是突然窜起来的那么一个人 是吧 军队的根基不深 军队里的人不听他号令 对不对 他真要听他号令 把物资给他供上去 他不就打赢了吗 他不就是他不就国家英雄了吗 军队的军队人不听话 经济的谁听你话啊 你以为你带兵 你能打动老乡绅的 政治 你是谁的人呢 你这不是普京的人吗 你能靠力动这个游戏吗 明白 我给你讲那道理吧 你能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靠力动它吗 你不可能的事 明白我给你讲这个道理吧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白了 走到今天 到底谁败了 知道吧两谱都败了 明白吧 两谱都败了 知道知道我讲这个意思吧 这是双输的局面 对不对 你将来是吧 老谱最好的结局 对吧 就是在白俄待着 别人别人动你 这就是你已经算你最好的结局 你去外国你怎么去啊 谁愿意要这样的人呢 对吧 谁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人 我跟你讲 没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人 谁也不愿意要一个叛徒 是你 你愿意要叛徒吗 找一叛徒过来 是吧 让叛徒在你这吃香喝辣 那你怎么着 给所有人警示作用了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一个叛徒 是吧 他只要能集结上上万的部队 他突然间抓住了一次机会 他就能 是吧 进攻首都 完了之后 最后还得跟他谈判 那这样的恶力一出 是吧 怎么样 为什么欧洲打这个反法战争 就非要把拿破仑弄死 是吧 为什么 拿破仑登位 他就不是正经登位 明白吗 他既不是国王 他也不是皇帝那只 一个科医家岛上 不知道哪来的爷小子 今天成为欧洲的皇帝了 明白吧 那以后是不是 所有的这个 你腿子们 全能出来叛变呢 为什么 所有的欧洲的这些国王也好 皇帝也好 非要把他弄死 非要去把他这个搞 搞他 为什么 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例子出现 那这样一出现的话 那岂不是谁都能称王啊 那还整什么什么 蓝丝大教堂啊 整什么惊喜诏书啊 对不对 还整什么仪式啊 只要有刀有刀有枪 知道 直接就硬夺 豪夺 夺下来 咱就是马上咱就天子了 咱就是国王 咱就是皇帝了 这种恶力一开 那简直到处都是兵变啊 对不对 那怎么能够 就让他这么 这么嚣张啊 那为什么这么嚣张 不就是没人救你了吗 对吧 咱说实话 说这个普京出逃 对吧 到底出逃或者没出逃 这个咱们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点你也看得非常明确 那个飞机只要一起飞 只要一走 老普就没戏了 你知道吧 就是最后选项就是普京走 去圣彼得宝 对吧 去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地儿 对吧 你不能说老普如如无人之定吧 你不能说丑到这样吧 哦 追追到这个 莫斯科美人馆 追到圣彼得宝 然后再登圣彼得宝 怎么着跑远东去啊 坐着飞机跑远东 然后他们再从追追 一路追到远东 然后你就到处跑 他就到处追 不嫌丢人呐 这都是这都开玩笑的事 你知道吗 这都不是 这都是丑态 经此一役 俄国人在世界的形象 就就完了 全人垮他 知道吧 谁 普京到最后 给那些中亚国家打电话 去求援 找土耳其求援 他倒没找中国 他倒没找中国咱不知道 没找中国 中国也不会管他 那都是俄国内政的事 我真的觉得 太丑了 这一场仗之后太丑了 打成现在这样 现在好了 这看起来呢 好像一切危机解除 大家不要怕 都是技术性调整 那底下这些 骄兵汉将们 这些节度使们 你怎么安排他们 明白吗 老普反了 顾兵兵头子 节度使要反了 人也 晋晋 所以说 这场仗打的现在 纯烈 很多人说 怕你就喜欢酸俄国 取得酸俄国 我没跟你讲吧 我看到这一幕 看的更多的都是无奈 不能打这场仗 打这场仗 打成今天这个样 后边的所有改革 全都告吹 节度使做大 是必然结果 俄国再也没有能力 对内部进行管束 对内部管束不了 科技升级 是吧 国家的这个 这个翻新全都没有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各行其道 对吧 各自把控 升沟高垒 到处是包税 对不对 这个中央呢 看起来呢 这个仍然有管控实力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松散联盟了 那这个国家再等二十年 高自动化一来 新能源一来 石油价格给你锁死 等普京 最后一玩 知道吧 那个时候 祸起消强 你看着 用不了多少年 我估计也就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之后 然后一场真真正正的大混乱 就该开始了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 除了什么一声叹息 还能怎么办 这个民族啊 好吧 那接这一集啊 就这里 谢谢收看 如果您想本门大的话呢 可以点下按钮 订阅小铃铛 有没有知道这内容话呢 您可以订阅 那么接这集呢 就得谢谢收看